动物园医疗团对替大猫熊团团 打点滴补充水分 自从脑部发行一次肿瘤后病情急转直下 就连美食在前都提不起劲 传出原方低调申请四川的专家来台救团团 我们有收到台北市政府动物园 给我们的公文申请案 我们这里一收到申请 我们会全力给予协助 议会证实有收到相关申请 强调一定会尽速协助 让大陆专家来台 因为团团状况似乎很不乐观 严重程度几乎形同进入安宁病房 大猫熊团团16号发现 四肢无力食欲活动力下降 几乎都趴在地上进食 22号进行第二次的脑部MRI的检查 26号原房召开记者会 发现团团的脑部病变扩大 疑似脑部恶性肿瘤 但因为不进行侵入性切片 采取舒缓救护 希望降低团团的病痛 不过团团病情疑似也是猫熊脑肿瘤 手力相当棘手 存活中的猫熊应该还没有发生过像团团这样子的病例 那当然我们影像有跟他们就是去做了交流 结果评估员表示透过台北市府新闻请求许可大陆团队前来协助 目前专家名单还在跟陆方讨论 而农委会也正式已经收到北市府提供的相关内容 考量到保育类动物病情不稳定 会尽快配合专家来台事宜 提供必要协助 为了抢救团团两岸荣兵 攜手动起来 提变新闻综合报道